新竹台大醫院和國和會合作 推動斐劑數位健康照護APP 這項合作計畫將加惠南太平洋島國斐劑 在智慧醫療上的創新應用 免除現有的紙本抄路 也能利用數位科技追蹤管理 我們參與的包括我們的智慧醫療中心 包括我們的國際醫療中心 還有我們的資訊室 也協助相關廠商在醫療上面 怎麼去建立一個可以使用 而且很方便使用的APP 民眾的健康照護 包括在慢性病照護上 其實都有相當好的 一個醫療網的醫療計畫上面的執行 在智慧醫療 其實這也是台大醫院在新竹方面的強項 因為我們跟在地的一個廠商中間 都有非常密切的一些合作 也發展相當多的一些專利跟成果 這項斐劑的合作案上 由台灣美國斐劑三方 首次合作開發醫療數位工具 斐劑醫療單位 也期望透過台灣的醫療經驗 提升當地醫療院所的數位化程度 也讓第一線醫護人員更有效率 我們是透過跟美國的USAID 這個一起三方來啟動這個 這個我們叫iPad的APP 那這個我們有出資 一起來購買這個APP 讓大家所有的醫護人員 醫師等等管理人員 都要知道如何來使用 那麼這個APP的開發是貴院的專長 那我們初步是從這個地方開始 過去用紙本在管理在追蹤 在分析等等的這一部分的 這個作業的部分可以節省非常多的時間跟時效 透過這項合作案國和會也特地到新竹台大制政合作 App也預計在今年底開發完成 後續進行教育訓練 以轉由飛機醫療單位持續維護 並以提升APP永續性為目標 記者萬事聯採訪報導